垃圾通捡到一个小狗仔 半夜近人变成了大帅哥 还和他来了个亲密接触 这是一个兽人为尊的ABO事件 兽人Alpha是强弹的领导者 兽人Omega是最受追捧的伴侣 而我们的主角堂堂只是个普通的人类 和他的爸爸相依为命 而今天是个好日子 爸爸终于还清了那个男人欠下的债务 开心的爸爸喝得一身酒气 本想和爸爸抱一下意表开心 邪骨爸爸还吐了 打扫完房间去丢垃圾的堂堂 竟然看到一只瘦生的小狼狗 爱情泛滥的他便抱了回去 清理完伤口见小狼狗还没醒 偷偷亲了一口便去睡觉了 谁知半夜小狼狗变成了兽人帅哥 此时的堂堂还在做着富豪美梦 正在开心的他一回头 就见一只大白狼盯着他 吓得他飙出了高一 大白狼被吵得一爪子将小人类搂怀里 堂堂晕乎乎地趴在大狼腹部 可怜兮兮地向大狼求饶别吃他 大白狼实在被他蠢地变回了人形 摄人类没见过兽人吗 看见兽人大帅哥的堂堂又开始碎碎孽 大白狼直接一个波波堵上了他的嘴 亲着亲的大白狼发现不对劲了 摄人类竟然能治愈我 明明只有90%的契合度才能治愈 而且他竟然闻到人类身上有性稀素的味道 两人性稀素的娇柔 让大白狼差点把控不住 脑子里就想着标记他债有他 垃圾桶捡到一个小狗仔 半夜竟然变成了大帅哥 还差点做了小游戏 心追爸爸房间的动静惊醒了两人 原来这个小狗仔居然是沈氏集团的霸宗沈晨李 原形是一几超大血狼 只不过遭人暗算受伤变小了 手下小英好不容易找到老板 差点被屋里填腻的信息素给呛着了 沈爸总没想到暗算他的人竟然已经挂了 不过他还是打算亲自去看看 到底是谁这么自不量力 敢跟他作对 这边堂堂一记房间 这间爸爸胃痛的蜷缩在床边 看着爸爸逞强的样子他十分心疼 直跌搀扶着爸爸去医院 检查结果却给了堂堂重重一击 竟然是早期未癌 他就爸爸一个亲人 爸爸好不容易还完了债 还没有享福 幸亏医生表示发现的机事还有救 堂堂打算暂时先瞒着父亲 他相信他努力赚money 一定能治好爸爸 爸爸一定会没事的 堂堂的卧室是J香走了一个又来一个 竟然是爸总同父一母弟弟公瑶 KB长红发还真是抑郁风起 红怕每人一进屋就闻到欧米嘎的味道 怕这个哥哥是和哪的小可爱在一起了 神匿晚 垃圾通俭的小狗仔 竟然是个帅气多金的大霸总 咱们大霸总也是可怜 母亲难产去世 父亲带着妹妹远走他乡 还留给他一个同父异母的弟弟公瑶 从此霸总再也不相信契合度 他认为兽人就是被欲望去世的生物 而这次的暗杀行动主谋表面上是公私元老 但肯定跟弟弟也脱不了干系 说不把总猜走弟弟后脚就来了 一哥哥还都喜欢走窗户 这个弟弟也是贼 对付哥哥就算了 竟然打算从堂堂身上下手 堂堂此事正在筹爸爸的医药费 一份不够打两份 爸爸当年从福利院领养我 当现在都挺过来了 他相信他也可以 这是弟弟公瑶就来搞事情了 竟然成为了爸爸唐明秋的主治医生 海涛近虎说是爸爸的粉丝 最最重要的是可以减免治疗费 只需要操心床位费就行了 这对堂堂来说简直是巨大的喜讯 公瑶瞬间成为堂堂的大恩人 愿意上刀山下火海 公瑶见鱼儿上钩了也是高兴 一下班就要邀请堂堂去吃饭 那表情吓到了堂堂 这人简直就是无视线殷勤 肯定有什么猫腻 我把你当恩人 你竟然想当我爸爸 这个上班穿的一本正经的公瑶 下班就暴露风流本性的红发帅哥 不禁给我们堂堂减免爸爸的医药费 海液下班就殷勤地邀请吃饭 这让堂堂有些害怕 党工医生看起来不是坏人 突然一个震惊的想法 难道神为爸爸粉丝的他 看上了爸爸 他竟然想要当我爹 大咩 堂堂立即拒绝了 这让不怀好意的公瑶也是一愣 难道他知道我要利用他对付我哥 不应该啊 这两个脑洞大开的人僵持不下 还是堂爸爸出来打破了局面 可爱的爸爸直接绳住公 搞得堂堂有些不好意思 公瑶在饭桌上却打起了感情牌 诉说他这个私生子 爹不腾哥不爱 明天还要给讨厌的哥哥送资料 真想在资料里塞把刀子 堂堂看大恩人这可怜样 便自道愤云我帮你送吧 却不知道自己已经掉进了公瑶的陷阱 公瑶看似高兴地将饮料倒进花盆 原来花盆里竟然有我们大总裁装的监扣 公瑶似笑非笑地对镜头那边的沈爸总道 我亲爱的哥哥 下次记得换个防水的 堂堂上完厕所回来 公瑶给他递了一杯据说超好喝的饮料 其实里面加了情感催化剂 堂堂对大恩人也是一点防备心没有 直接一饮而尽 然后就去给咱的大爸总送资料去了 哈哈哈哈上门服务来了 爱业剪刀的男人 竟然差点标记了他 还要和他结婚 有钱人都是那么霸道的吗 堂堂为了感谢公瑶大恩人 便答应去给他哥哥送资料 谁知这就是公瑶布置的陷阱 还偷偷给堂堂喝了情感催化剂 想让沈成岭因为他的信息素失控出丑 不知情的堂堂来到沈成岭公寓 见到沈成岭以后他说明了来意 沈成岭却一脸冷漠 堂堂内心这人好转 爸总却有些疑惑这人类竟然不记得我了 堂堂把资料递过去 堂堂只感觉全身无力贪乱栽地 衣服小可怜呀 本来沈霸总还以为这人专门挑热潮气来勾引他 但看他难受的样子 感觉不像知情的样子 沈霸总他的口气想将人扶起 堂堂却想春天的小猫 一只蹭他还直接来了个波波 这让沈霸总瞬间失去了理智 只想占有他 理智回归的沈霸走 直接昏迷的人类脖子上一个牙翼 他气氛地给了自己一拳 他这样和父亲有什么区别 堂堂醒来只感觉脖子有些痛 他惊恐这人不会标记他了吧 得知没有他松了一口气 沈霸总还给他准备了抑制剂 还吓到钥匙想下手 却不是咬一口那么简单了 堂堂看着臭屁的男人 由衷想揍人的冲动 但他一句话又让堂堂一口水喷了出来 你是公瑶派来引诱我的吗 又分析了公瑶的阴谋 就是想让他闹出和父亲一样的丑闻 他很自然地给堂堂两个选择 第一给堂堂送出国 第二他们结婚 堂堂真的感觉这个人脑子有问题 为什么能平静地决定别人 有钱少爷了不起吗 沈霸总却毫无波澜 要送堂堂回家冷静冷静 正当堂堂气地想要给他一圈时 白嫩嫩的小手竟然变成了胖乎乎的猫爪 堂堂直接吓得扒在沈总脸上 沈总也是有些疑惑 堂堂猫脸更是疑惑人生 本想告辞却不能熟练掌握身体 在屋里乱窜 害是沈霸总抱住了他 堪负到你只是话形吗 包狼嬉皮我有点爱 小黑猫和大白狼太配了 堂堂当了十几年的人类 一招近人变成了一只小猫咪 真是有种突然的知自己是富二代的感觉 冷静下来的堂踏 可怜巴巴地蹲在沙发上 小小的一只猛死了 沈霸总却抱起堂踏 直接和猫猫来了个脸踢踢 只见霸总脸上的伤肉眼可见得愈合了 猫咪镇静原来他之前说的都是真的 猫咪还想说什么 一张嘴都是喵喵喵 人猫无法沟通 还是拿了个手机让堂堂打字 这猫咪形态要维持多久 大概一天左右 那你当初为什么说话 沈霸总沉默了一回 是被人追杀 堂堂拿见过这种阵仗 现在不是法治社会吗 怕也不想了解太多 别让沈陈领联系他朋友接他回家 他爸爸还在住院呢 给他店长打电话 他习惯性地叫了声店长 却只是一声软软的喵 店长那边以为堂堂养了帽 连沈霸总也有些忍惧不羁 还是沈霸总解释了一番 堂堂还特意提醒店长护短皮细胞 怕沈霸总会被走 沈霸总却毫不在意 堂堂开始思考喵声 所以我是个分化延迟的欧米嘎 听到店长来了 堂堂直接一个喵铺 店长接字养也是个小小的欧米嘎 看着堂堂没事他也放心了 然后就开始找沈霸总算账了 你弟弟和你在右片欧米嘎上配合的不错啊 听到沈霸总要和堂堂结婚 那更是生气 直接把堂堂放下 真是视跌多大 你脸多大 两个人看着就要搭起来了 还是堂堂及时出面阻止 店长冷恒堂堂才不是你的附庸体 我会让堂堂成为家喻户晓的大明星 到时候你就后悔吧 堂堂一脸趁惊 我什么时候要变明星了 霸总却一脸无所谓 我不会后悔的 我们的大雪狼真是女猫一失手 后面就等着追猫火葬场吧 不愧是大霸总 自从知道堂堂是欧米嘎后 只要人家和他结婚 幸亏店长及时赶到救了他 堂堂有些不明白店长 为什么突然立下誓言让自己当明星 店长一脸尴尬 其实只是意识冲动 堂堂惨信息到所以他这是被卖了 不过店长竟然要给他垫医疗费 谁是太让他感动了 忍不住想和店长成为亲兄弟 两人来到医院看望堂堂爸爸 却碰到了意想不到的人 大雪狼怎么会在这 骨香不想搭理的两人擦肩而过 爸爸看到堂堂后心急如焚 听说公瑶给你瞎药 让你进入了热潮期 你身体没事吧 爸爸感到非常内疚 以为自己让儿子背负着这么大的压力 连儿子是Omega自己都不知道 还被人威胁上门 作为父亲他真是太失格了 他有些激动到有钱有事又怎么样 如果真有人想伤害你 除非他从我的身体上跨过去 爸爸激动得咳得不行 堂堂心急如焚 赶紧让店长帮自己叫一下医生 在医生的检查下 爸爸的身体并没有什么大碍 只是因为情绪过于激动 伤口裂开了而已 看到爸爸苍白无力的样子 堂堂下定决心自己一定要当大明星 挣很多很多的钱 躲到摔省成脸也就是雪狼脸上 让他鼓蛋 而另一边雪狼开始做了 欺负我们可怜的堂堂 亲人只要有堂堂参加的舞台 他全部退出赞助 神是太狠心了 谁能想到大明鼎鼎的沈总 居然哪方面不太行 海北人当种泼了一头酒 堂堂因为店长左关系 受到娱乐公司老总七天的照顾 直接参加了上流门的晚宴 幸亏七天还是个好相处的人 不用叫我七先生 叫我七哥就好 七哥告诉堂堂 他和爸妈的新家已经安排好了 那还是一个高级的小区 安包也非常好 接下来堂堂也可以直接进剧组 虽然什么的也不用担心 堂堂一脸感激 七天却笑道只是互利共赢 堂堂瞬间低落下来 他还没有适应被荡成商品 只是没人会习惯吧 据说Alpha和Omega天生极具感染力 拍戏才容易引发观众不情 堂堂这才知道 让自己得到这些好处的 是有Mega的身份 不用参加选秀 就可以直接出道拍戏 不仅如此 还有高级的小区 还有爸爸的病都得到了保诈 不过如果他没有这个身份 就不会遇到沈臣里 也就没有乱七八糟的这些事了 只见堂堂为了给爸爸凑钱 就被人坑了 背签了坑人的河头 还要拉去给人赔酒 不过奇迹般的顺利解决了 原来是七哥和店长在后面操作 七哥又贼嘻嘻笑道 这可是他和店长和好的契机 这不说曹操曹操就道 沈总帅气登场 还和堂堂对视了一眼 那火腰味真浓 几天为了隔应沈臣里 还和堂堂亲密地说悄悄话 据说沈总那方面不太行 堂堂听得津津有味 沈臣里直接不客气 把堂堂一把拽到怀里 随后便开始做惊了 气得堂堂直接一杯酒撒他头上 冷冷到承蒙沈总看得起 把我看作对手 这个刚出道的新人真是勇 居然在第一次出席晚宴 酒婆了赞助人一头的酒 这个勇人就是我们堂堂 睡样沈总太狗了 竟然给我们可爱的堂堂星光大到下半字 被当众颇久的沈总一点一点逼近堂堂 眼看一场大战一触即发 关键时刻其中跑到了两人中间 还一边打圆场地给沈总递毛巾 一边用黑蟒般凌厉的眼神盯着沈臣里 毕竟堂堂是他赵的人 而且沈臣里那边的筹码让他无法放弃堂堂 再说了无论是在床上还是床下 他都无法违背店长爱人的请求 两人你一眼我一语咄咄逼人 在这紧张的气氛中 不知为何沈总突然像是意识到什么 看了堂堂一仰后竟然转身离开了 原来高度匹配的Alpha和Omega除了相互治疗外 还能在标记后产生共感 就是其中一方的情绪会影响到另一方 所以沈总今天的咄咄逼人 是因为堂堂对他的讨厌影响了他 堂堂还在担心他会给齐天大哥添麻烦 齐天却嬉皮笑脸笑得猥琐 今天个大功一见 回去要找店长要点福利 还想让堂堂帮忙收服店长帮回来助来报答他 堂堂一脸飞线 原来小丑竟是我自己 不过想想只要进了剧组 可能就再也不会遇见他了 真是让堂堂有点兴奋 当然除了一些必要的商业场合 齐天却暗笑这啥巧字想得太简单了 Omega还有热潮气 而且市场上的抑制剂还是沈氏集团的 与此同时车上的神总扯开领带 这感觉浑身燥热 就在这时他的手机响起 原来是老爷子知道堂堂的事了 看来他要亲自去一趟了 当代的化妆技术到底有多牛 上一秒还是一个清秀帅小伙 下一秒便变成了一个风度翩翩的贵公子 堂堂在店长和齐哥的帮助下成功入剧组 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有些愣神 不愧是混迹夜场的爸爸和高超气数的化妆师 自己都有点不敢认识自己了 他接的剧本《红骨质》是个狗血爱情故事 卵尘窜为王子复仇 虽然狗血角色前期还有点像姓沈的闹玩意 但堂堂老爸还是立马化身为宝贝儿子的低米粉 亲手为儿子披上战袍 希望儿子能够虔诚似己 这边沈总刚回到家 就发现沈老爷子已经将堂堂调查的一清二楚 虽然堂堂是个孤儿 作气也没什么能耐 不过两人匹配度极高 如果两人结婚 对沈陈领一定会有很大的益处 但沈陈领也没有必堂堂的 他给堂堂两个选择 一年内成为明星 要不就在出国和结婚之间二选一 老爷子认为这样非常不妥当 如果堂堂未来被利用影响了沈陈领 那可就糟了 沈陈领郑重地保证自己不会被影响的 可当初他的父亲也是这么说的 作气明明是个优秀的Alpha 可却爱上了一个Beta 他的对象本应该是一个Omega 但沈陈领却坚决自己和那个人不一样 和那个为了逃避自己错误 带着妹妹出国一曲不复缓的诺风不一样 老爷子叹气一声却也无可奈何 这个儿子真是太孝顺了 拍个戏竟然把老父亲都卖给影帝了 还乐不可耻地帮人数钱 进入片场后 堂堂才发现和自己对戏的人竟然是大影帝 要背景有背景 要天赋有天赋 所以影帝非常瞧不起靠关系的新人 但堂堂还是主动和影帝打招呼 他相信自己能改变影帝的偏见 影帝却只让他别拖后腿 拍戏间导演夫妻就宣布这段戏很严格 莫名地让堂堂想逃 果然不出所料终于在cut了128次后 金玉的任务才结束 就连影帝周折都被cut了28次 堂堂忍不住趴在爸爸身上求安慰 晚上堂堂换上了自己的衣服来外面散心 看到这难应理解的剧本 堂堂只觉得梦回高中语文的阅读理解 就在这时他注意到旁边站着一个人 仔细一看 这不是影帝吗 看他这阴沉的表情可把堂堂吓了一跳 本以为影帝是要教训他 没想到竟然给他讲起了角色 不仅如此他还认认真真的教堂堂如何理解角色 临走时 两人还交换了威 还似是夸奖堂堂是个可诉之才 这可把堂堂美得找不到别 于是口无遮拦地把听说影帝脾气大说了出来 堂堂有些担心影帝会生气 但能在娱乐圈走到这个位置 可不是因为别人几句评价就生气的人 堂堂有些崇拜带影帝呛太阳一样的自信 希望他以后也能和他一样金光闪闪 影帝却奇迹般的没有泼冷水 竟然还要帮助堂堂纠正性格 作为交换要堂堂老爸的电话 堂堂毫不犹豫地卖了爹 影帝那些暗笑计划得逞 原来影帝不是老牛吃嫩草 怎么会在这 我把影帝当前辈 影帝却想当我爸爸 这真是太不厚道了 谁能想到这个牢牢实实的娱乐圈新人 刚一出道就上了热搜 而这边被爸爸收了手机的堂堂毫不知情 高高兴兴地完成了自己的杀青 导演还要请他参加集体杀青的庆功宴 堂堂这才注意到了大家都用一种异样的眼光看他 而之所以这样 是因为他上了某博的热搜 神是制药大少爷 殖民影帝 娱乐公司老总 竟然都是这新人的酷下沉 堂堂大惊失色怎么会这样 这些记者正是太回编了 和影帝一起美容放松的堂堂还是不理解 他连神总一个人都搞不定 没想到自己也成了狗却故事的主人公 可现实又不是苦情偶像剧 怎么会有人相信呢 影帝面带笑容你父亲就很细 差点把我电话打爆了 不过你这喜悦的样子是怎么回事 说曹操 曹操就到 刚说完话 爸爸破门而入 堂堂有些无力地解释着 爸爸一头扑过来 他不会允许任何人污蔑宝贝儿子的亲埋 此时影帝还偷摸灯露出八块腹肌 引诱堂堂老爸 堂堂内先什么时候有了后爸 三人一起吃饭的时候 影帝疑惑他们为什么不喜欢沈总 还没等堂堂开口 爸爸就愤怒地替儿子回答 生气的样子影帝也觉得有些可爱 这影帝真是没救了 影帝一副过来人告诉堂堂 即使面对你不喜欢的人 也要坦然地面对 这是眼人的第一刻 堂堂回想和沈总见过的这四面 好像没一次正常的 突然他感到有些消沉 影帝却笑到看向那里站着的人 这不是机会来了吗 第五次见面 去锻炼锻炼吧 这个小Omega真是A爆了 居然直接将霸总Alpha按在墙上壁咚 我们堂堂的反击让沈霸总有些错不及防 总化为血狼被捡走 到现在的每次见面 沈霸总一直把控局面 更是直接替堂堂决定人生 不过堂堂在影帝后跌的帮助下 变得自信心爆棚 看到沈霸总直接枪弹拦了下来 我想跟你聊聊 沈霸总刚打算拒绝 堂堂却笑到五分钟就好 沈霸总同意了 然后借人拿起手机开始及时 这把堂堂老爸气得不行 幸亏有影帝拦着 随后两人换了一个地方 堂堂直接开门见山 对于上次颇久的事情 我向你盗窃 不过沈总也应该向我父亲盗窃 因为他当初不要脸的 威胁了正在住院的父亲 还直接替自己决定人生 可沈霸总自认为没有问题 这把堂堂整阴没了 沈霸总还贴近堂堂暧昧到 因为高度匹配的Alpha和Omega 直接会相互影响 突然有点感觉的堂堂赶紧推开他 你这是X扫扰 沈霸总笑道我X扫扰什么了 又没亲又没摸也没抱 不过你也感觉到了 这就是对彼此的影响 重赠还会左右情感乃至行为 所以高度匹配的两个人要么在一起 要么终身不见面 可堂堂却不那么认为 他认为影响都是双向 而沈霸总当时只是因为 自己没有答应他的要求 便直接找到了爸爸 由此可见 堂堂帅气一笑逼近 你他高个头的沈霸总 你害怕和我独处 被戳中心思的沈霸总有些恼怒 也胡说八道了 还有离我远点 看到沈霸总吃别的样子 堂堂很是开心 你不想承认也可以 我也给你两个选择 要么就是我和我爸揍你一顿 要么和我爸爸盗窃 因为你不该去威胁他 他本是个一个平平无奇的beta 却意外发现自己竟然是个Omega 还和沈氏太子爷信息俗高度契合 堂堂本以为他走了狗屎运 却被沈霸总要求和他结婚 要么就被送到国外 助攻团强弹的堂堂怎么会屈服呢 直接五分钟谈话扭转局面 我可没答应和你结婚 想结婚要先谈恋爱追人 要不你以为是狗屎豪门的先婚后爱吗 还有不要去打扰你老丈人 沈霸总有些窘迫 的确没人教过我这个 在堂堂的努力之下 沈霸总答应不再打扰父亲 不仅如此两人静人还假未聊上了 正在休息的堂堂往事不看回首 怎么会变成样 千万不能让来探奔的爸爸知道 这边沈霸总竟然抱着手机发呆 助理看到沈总这样已经一上午了 不知道还以为是多么难搞的客户呢 结果一听客户是堂堂 朱里立刻露出了吃瓜的眼神 我家沈总竟然会拱白菜了 朱里露出了老父亲般的眼泪 看来你们进展不错啊 岁月沈总说什么只是因为 他可能成为爱人 以后孩子的另一个父亲 所以需要沟通沟通 害嘴银不会爱他 只是Alpha和Oh My God的信息素在作祟 我看都是借口 朱里的阴眼可是雪亮的 哪能看不出来自家沈总对堂堂的感情 甚至还为人家研制了新款抑制剂 真是口是心非的男人 与此同时另一杯说有事的堂堂 竟然被一个红发男人按在了地上 不是供邀这个骚包还能是谁 先害了堂堂 竟然还好意思找过来 这个男人真是胆大包天 竟然光明正大地直接扑到自己的哥父 还想咬脖子标记他 原来他和老哥是同父一母的兄弟 而且两开相宴 抢老哥的东西抢习惯了 这不又来抢老哥的未婚夫了 正在和沈爸总聊得开心的堂堂 突然被一人扑到在地 派头一看怒了 不是那个设计他和沈爸总见面 差点害他被标记的供邀吗 黑皮红发要多扫包有多扫包 现在竟然还敢来找他 好声好气说话不听 非要动粗的 堂堂直接一个无敌喵喵头锤 虽然升低一千自损八百 但也要让供邀知道他的厉害 供邀没想到这小子居然下如此狠手 可这还不算完事 堂堂直接拿出了一把尖锐的锥子 对准了他的咽喉 就把供邀献得妙怂 我错了我道歉 对于堂堂来说 供邀可是给自己瞎要的人 所以自然不必给他什么好脸色 供邀却细皮笑脸对他动手动脚 善良的堂堂看在他的确给老爸付了医药费的份上 准备将往事一笔勾销 供邀却不知好歹 公众场合直接将堂堂起拿出 怎么都挣脱不开 毕竟Omega和Alpha力量悬殊 供邀直接上嘴咬了堂堂一口 然后有些失望 奇怪 居然没有标记 神领尘难道是不行吗 随后提醒堂堂意志剂用得有点过量 还有最近出门要小心便走了 留下他软在地的堂堂 就这么被供邀聊了这么一下 堂堂就有了感觉 Omega都这么低贱吗 纯实遇上这两兄弟准没好事 就当堂堂小可爱正在Amo 为什么受伤的总是他时 眼前突然一黑 随后被失去了意识 会变成大雪狼们老公你想要吗 不仅日帅多斤还会保护你 我们的堂喵喵太可怜了 刚一出道就因为四脚链上热搜 又被供邀那个疯狗咬了一口 现在竟然又被绑架了 被带到了一个偏僻的仓库里 手脚也动弹不得 面前站着一个戴着面具的男人 男人一上来就想伪装 自己是堂堂的狂热粉丝 就是眼机太浮夸 堂堂露出了关爱智障的眼神 谁家私生犯会主动承认 他现在已经知道面具男是有人指使的 不过到底是谁派来的 应该不是沈臣里 刚刚感应到的担心应该不是假的 估计又是公邀那扫包在搞事情 他现在要做的就是拖延时间 直接眼机炸裂 冲作一副害怕的样子就放过 又楚楚可怜的来软的 你把我放了我绝对不会找你试 还会给你许多钱 这让面具男的心砰砰直跳 不愧是四脚链主角 说的我都心动了 虽然你给的条件很丰厚 面具男拿出了那把锋利的小 但我只能拒绝 这边正在跟堂堂聊的火热的神走 被七天的来电打扰了思绪 堂堂竟然还没回去 看来是出事了 虽然他讨厌性稀素的精神链接 但这是目前找到堂堂的最快方法 直接变成了白乎乎的大雪狼 用鼻子嗅了嗅 一下就找到了堂喵喵的位置 这感应真是灵 英雄就猫去了 眼前这个漂亮的猫咪 极将被残忍的割掉线体 此时天降白狼王子 冷冷到谁允许你的脏手碰他的 直接将面具男一脚踹飞 突然感觉神总有点帅怎么回事 刚刚也真是被面具男给吓到了 原来他是冲着自己的线体来的 格道线体会让 Omega丧尸散发性吸塑的能力 但还是可以吸引Alpha的 所以幕后人是不想我勾引哪个Alpha吗 堂堂也不会坐以待毙 他开得慢慢逼近的小刀子 软生到或许我们还可以伤了一下 面具男却毫不动摇 看着没回神的余地了 堂堂突然大喊警察叔叔 随后一个段子绝孙脚招呼上去 当面具男体会一下鸡飞蛋打的感觉 面具男居然轻轻松松地解开了自己的意志景环 勤亏沈总及时赶到 朱莉带走坏人留下一副就溜了 留下两人甜蜜蜜的问题